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 在教会里面玩的不一乐乎 然后听什么讲故事 然后这边游戏啊 然后记得每次圣诞节呢 我们都有很好的表演 然后大家玩了不一乐乎 很开心的童年 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我就离开教会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找不到自己 然后就离开教会 直到了民国三十 民国七十八年的时候 我母亲过世 他是车祸意外过世 那我母亲生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员 每天看到 下班看到他就在圣母像前面 在我们家的祈祷的地方呢 就念玫瑰经 我相信他说是为我们一家人在祈祷 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们 大多数都不上教堂 虽然我们都领过洗了 可是大多数都没有上教堂 那我母亲呢 常常说我们怎么都不去教堂呢 他也很难过 可是就在我母亲过世以后呢 我有机会 我们就想说 要为母亲办一个 比较隆重的殡葬礼 所以我就去找一位 比较熟悉的姐妹 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姐妹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 他就告诉我说 哎 月底 三月底有一个 我们要去圣母山庄哦 然后我就想说 圣母山庄 我听我妈妈说过耶 那边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好奇 他就跟我说 我们在那里有办一个同岛会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同岛会 那既然要去圣母山庄 我们就去了 就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去了 结果在山上那三天 真的是 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我无法想象的 在那三天的演习当中呢 他就 带领的人就教我们 慢慢的认识天主 然后教我们从 认识圣神 然后教我们学习 如果用方言来跟圣神指导 就在那三天当中 第一次用方言指导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两个人 就高唱林歌 那个声音冲破九霄云外 我自己根本就是 从来没有听过 从我的口中可以 发出那么美妙 那么飘扬 好像可以穿透云霄那种声音 根本自己从来没有发过那样的声音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跟我妹妹两个人 还一唱一和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唱一和 然后声音非常高 看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所以在那一参 那我就好像被圣神敲了一下 被他电到 全身的电有在我身上串 这样子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知道天主是确实存在的 虽然小时候在教会长大 听很多耶稣的故事 可是我没有跟他真正的发生 亲密的关系 就是没有真正认识他 没有跟他建议关系 可是在那一刻 我知道天主 他是这样爱我 他把我从黑暗中 带我影像光明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天主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 因为我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跟天主接触的 所以圣神同导 现在我们叫做神恩复兴 那最近又更名叫做 神恩复兴共荣服务团队 我们这样的团体 就是要让大家去认识圣神 跟天主圣神建立关系 更认识天主 其实也更认识自己 因为其实以前 我们小时候的环境不好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人 卑贱的人 没有自信 然后认识圣神以后 他给我很多的安慰 然后让我也知道说天父爱我 天父爱我 他非常爱我 所以我重新看待自己 然后对周周的人事物 在我的家庭当中 他们都 尤其我先生看到我改变最大的 看到我慢慢在改变 然后从以前怎么跟他吵架 然后现在我们两个真的是 常常是 有说有笑 然后他很愿意跟我分享他的事情 所以家庭也很和乐 所以因为我认识了圣神 他更新了我的生命 而且治愈了我的创伤 有几次参加活动 我都哭得稀里哗啦 过去以前受的创伤都 天主慢慢的一次一次的 让我的灵得到更新 让我的伤口得到抑制 然后他再用爱填满我的心 所以让我感觉到说我是一个全新的人 而且我现在求的就是 我每天的生命 我今天要跟 比昨天比较更好 每天要更新我的生命 这是圣神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 让我知道说 我的使命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去体验圣神 去认识圣神 然后更认识自己 知道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是这样的爱我们 还有我们的圣母妈妈 还记得我跟我妈妈关系以前是不太好的 可是后来参加神恩复兴有一次 我听到圣母送的时候 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受那种母爱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和好了 就是那种母爱 我跟我妈妈和好了 所以当我扮演母亲的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扮演得更好 所以我跟我女儿也是关系也是越来越好 真的是 这对我来说信仰 对我来说天主圣神 圣我妈妈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对我的生命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感谢天主 赞美天主 也是也是母妈妈 让我体验到这种父爱跟母爱 完全的满全的父爱跟母爱 感谢主